SARS疫情的扩散将影响国内的消费及投资 各相关部会因密切注意对相关产业的影响 立即采取因应措施 并尽力维持出口 以免因为企业经营受影响而延伸失业及金融问题 使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决议通过宋景立法院审议 一、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自92年2月起在全球信誓蔓延 已经成为全球最关注的议题 92年4月27日时 预计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最新全球案件数 达4836例 每日持续新增大约都百余例 为防止国内疫情扣散 贬念于审慎的精神 除了将其指定为第四类法定传染病 提高防疫措施外 亦在跨部位合作机制下 与各级卫生机关合作 延防扩散 并配合国际防疫体系 建构严密防疫网 唯一部分国员 对防疫措施未能充分了解与配合 相关防疫规定 亦荣有不足 使得国内的疫情 善未能够得完全控制 二 未有效防治 严重急性呼吸到症候群的蔓延 维护国人健康 并考量到此意传染病 对国内经济社会的冲击 必要时将动员社会各界的资源 提供作为救援 安置 检疫 及防疫的使用 及事实实施特定强制隔离 区域管制 及检疫等措施 并对个人不配合防疫的情况 能有更清楚的法则 同时 为筹策中央及地方政府 执行前述防疫措施所需进会 需以挤载方式 设置500亿眼防治基金 相关处置及基金的筹策 都需透过立法方式加以解决 以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不足 三 别案所拟 严重急性呼吸到症候群 应变处理特别条例 具体规范各级政府的防治 纾困等事宜 以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有其必要 其急迫性 请卫生署及扁验相关单位 扁着防疫如救火的精神 立即协调商情另外院 会议重述审议 噤D 谢谢大家